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卑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邀请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说说 这个全球知名顶尖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华裔副校长 作为校长他还是一个发言人 就叫Ben Chang 张本欣先生 他在今个月晚上上班的途中 不是晚上 是上班途中 说了晚上 在他离学校没多远的街头 遭到一名男子肉骂 更加用金属水瓶去搭他的头部 这个真的是 但是不要以为是水落石出 没有 因为纽约市警局展开调查 但是昨天接受访问时就说 对不起 没有锁定任何嫌疑犯 即是未有 不过你也预料了 52岁的张本欣 其实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华裔副校长 负责公共关系和发言 是发言人 所以经常见到他 他也说 向他动手的人 就说滚回你的中国 这样叫他 张本欣说 其实我是美国土生土长 在美国出世 在美国大 我妈是来自西维珍尼亚洲的 这个是亚洲人 居然有人叫我回到我的祖国 叫我回到中国 其实我是不是中国出世的 所以决定报警处理 他亦还原事件真相 他没有跟嫌疑人说过任何事 亦不是迎面撞到他 但他就罵他 他不理 结果 他就走了 结果就被人打 伤势也不太重 自己自尿了就算了 当然这些事件 当然是令人心碎 我们华人 经常挨租 我觉得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人打我们 什么人都不应该对华人动手 就算你什么人都不应该动手 这个 这个有点像随机 可能都是针对亚裔 是的之前有很多事件 另外在新西兰也有一件事 原来刚刚新西兰 奥克兰领事馆就宣布 因为 日前有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奥克兰公共巴士上 遭到不明入祸 这个更糟糕 是遭到不明身份人士 是磁械 动手 导致面部严重受伤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 总领馆 对此 觉得 深感震惊 和痛心 获释之后 第一时间 就是启动领事保护的紧急机制 和受伤留学生取得联络 表示慰问 总领馆就向 奥克兰警方表示 严重关注事件 强烈谴责 犯案人的残忍不法行为 敦促警方全力偵查 应该都捉不到 我相信 我是悲观的 对西方警察的效率 虽然 尽快把犯人承知依法 还 这是刘鹤生公道 当地警察也说高度造事 这宗案件在查 并且与领馆保持密切沟通 这位留学生 其实是一位 16岁的男生 上午9点钟 在奥克兰巴士 被人动手 一名 是女人动手 原来一位女子 用金属棒向她动手 令到她面部严重受伤 很惨 听到你都痛 三只牙脱了 另外两只牙断了 真是够瘫 女子 动手时 也带有一些种族歧视的字眼 去骂她 当时有超过10人 只有一位75岁的身与援手 是帮助她 帮助控制那位动手的女子 插在男子和女子中间 乘客曾经高呼叫司机 不要开车门 但是 没办法了 他照样是踢开车门 那女子呢 不是啊 不好意思 是司机开了车门 不是啊 是他开了车门 那女子就愁逃走 警方就说 其实为什么我是觉得 不行呢 因为警察对不起 找到这位女子是很有难度 既然她说很有难度的话 这些东西 就真是 不知为什么 非常有难度 慢慢找吧 我觉得是找不到 觉得永远都找不到 那还有一件事呢 刚刚 亦都看到 原来每年 亦都很多旅客 就去新西兰旅游 感受新西兰自然人民之美 很漂亮的新西兰国家 但是有人 在这里遇上了一些 很不开心的事 令她心有如贵 那这次呢 警察就做事了 就拉 就用手扣扣了他们 刚才他就说 找不到 打 华人的人士 但是这次呢 面对华人呢 都挺过瘾 真是过瘾 当然很无奈 原来Jimmy和他女友Aleen 就去新西兰旅游 在北岛玩了个几月 他们坐船 就打算南下去南岛 去惠宁顿 订房了 结果 星期六的时候 下午 他扮你好入住手组 准备 进入自己房间 放下行李 在门口 哈 Jimmy见到三个警察 其中一位 不要动 哈 什么事 拿出手机里面照片 和他进行对比 同时警察告诉他 啊 你就是我们要逮捕的犯人 你哪里来的 哪里人 因为他就不太懂英文 他就用 手机翻译软件 告诉警察 警察就放了他 但当时他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是呢 没多想 以为警察是例行检查 会对每一个入住的人 进行对比 准备出门口 哈 去 在外面 找游换的女友时 警察突然不准走 有什么事 警察 进入了 是旅馆的大堂 在 连体拦住了他 因为他 就自认英文水平不好 又都拿出发 这个是 翻译机就问发生什么事 同时也被女朋友打电话 因为他女朋友英文是可以的 但是没想到 不准解释 也没有提供任何文件 就马上拿手扣 扣住他 那Jimmy当时很害怕 不断说 No No Not me Please call my girlfriend My girlfriend English 这样说 说英文 但是 这些警察就不理他 那就是 拔走他外套 跟他守身 拿了手机 就是 当时 这个旅馆所有旅客都觉得他是罪犯 警察很恶 非常害怕 亦都很无助 把他完全控制之后 两名警察 就是 向酒店工作人员 拿了一条锁匙 进了他的房间 打开了他的行李进行搜查 一个警员就把他扣押 说侮辱 他再次尝试向工作人员 和酒店寻求帮助 但是没有人理他 他就说 他的手扣扣得很紧 就是当众羞辱我 完全剥夺我人生自由 酒店很多人 大家看着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名警察就说 说了 你走 但是 很无厉害 是的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第一次又不扣他 是吗 第二次 还有 你是什么理由 他说没有说 我不知道警察有说他听不懂 应该会说的 正常程序 Jimmy 说 手扣扣得很紧 警察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 他的手红肿很痛 警察也没有给他任何解释 也没有向警察 也没有向酒店解释 也没有向酒店所有的目击者解释 目击者他不解释 就算 怎么样他也不解释 Jimmy 希望有个说法 请求警察留下 但是警察就完全没有他出门口 Jimmy 追上去 但是三名警察 就走了 最后他就回到旅馆 他就说 喂 他女朋友回到旅馆 听了整个过程 一起去警察局 讨过说法 大概6点 他就走到警察局 外面听到有人交谈 暗门中 遲遲门 是这样的 哪有人理你 警察报案这么容易吗 新西兰资点 澳洲你报案这么容易吗 我以前的朋友 被人亢难报车 我几年前还读书时 我都说过去了警察局 有人问我 报警 报警 暗了多久才来 你填章纸 没有什么厚续 我们会查了 拜拜 当然是没有厚续 有没有叫你提供 CCTV的视频 好像没有 只是叫你填章纸 其实那张纸是网上填的 不用担心 你去来也挺 因为他说是急 不要想太多了 打电话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警察局 不如直接驾车送他 结果是没用 其实回来法国是一样的 是一样 都是填章纸 只不过是网上填和手填的意思 但是不是的 手填了就是交给他 好啊 当然 暗了一会 有人来接待 就叫他进去 但是警察完全忽视了 他们两个 直接问白人女性 是否帮忙 是否 直接问白人女性 是否需要帮忙 他排在前面 先问白人女性 讲求 先后的 警察不愿意接待他 Lin就把情况 给他接待 警察说了一次 警察 叫了其中一位警员 警员说当时捉小偷 原来 哦 他说 谁叫你的衣服和小偷穿的款式是一模一样 这样 这样好像 不是我的错 我鬼知道谁穿什么衣服 他认不得唐人的样子 等于很多人认不得鬼佬的意思 是 我真是 我怎知道什么贾仔穿什么衣服 我穿我的衣服 西人的警察会捉这些贾仔 是否觉得 是亚洲人容易捉 当然你说 你是不是有 歧视成份 他歧视我们华人 你是不是试试在这里住 他穿了一件加德满刀的外套 跟Jimmy一样 所以认错人 加德满刀 就是新西兰一个户外品牌 其实我也有几件 几乎人人一件 很容易撞样的 你看这件衣服而已 是的 他穿这件衣服 他有看到 其实跟我穿的一模一样颜色 款式也挺像 你也不要穿那么多 但是我会说 可能就容易一些 可能就容易一些 林就问警察 是否需要出示证件 他说不需要 其实是看情况有时候真的不需要 或者他又说你听不懂 被问到 为什么不让Jimmy说话 和解释的机会 警察说 我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不知道他哪里人 担心他的过激行为 是这样说 Jimmy就说 整个过程捉他那位警察 都没有正视他 亦都没有对 这件事情表示任何业务 不怯意也不要紧 态度很傲慢 冷漠地说 亦都写了一封投诉信 他就说 这个和新西兰宣传的不同 两年前新西兰亦都买警察广告 买到澳洲 不当然 这些东西 会是不会 那就不知道 他就说自己去过很多危险国家 比如巴勒斯坦也去过 埃及 非洲也去过 那里的人很友善 所以他就觉得新西兰 本来是他的最先进国家 结果变成这样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不知道 也希望他有些 不要有些阴影 不要有些阴影 好 这样说 我又觉得 有误会在中间 我不是帮警察 因为他不懂得说 始终很多东西不懂不懂听 亦都是涉章的 这是现实 大家在溝通上有些误会 亦都希望警察 不是歧视唐人 希望这样 不敢说不会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